裡面的話就是先找到這個物件 名稱一定是對應到一樣的名稱 不要找錯了 兩個很像不要找錯 如果你打程式寫在這裡面 它不會work 一定要這裡面 然後記得把這邊改成change 然後後面的話是target address 等於這個東西 那其實早期 我看其他書裡面 它不是寫成這樣子 它寫成另外一種寫法 它寫什麼 它寫range 然後寫這樣 c1 點 address 其實我早期我教的也是這樣教 不過你想說 老師那你為什麼要改成這樣子呢 因為後來發現 我的原則是 程式越短越好 所以這個應該比這個短 所以後來我就乾脆教 剛剛那個方法 至於你以後要寫哪一個 就看你自己決定了 因為我覺得好像這樣比較短 而且比較好記 OK 如果你打成這樣子 所以以後你在其他的書裡面看到有這樣的敘述 你覺得不要意外 因為很多書就是這樣敘述 OK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這個部分很好用 以後如果我說 如果你有一個下拉清單 比如說每個月的報表 你希望它動態去把那個報表自動幫你抓到你指定的那個範圍裡面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其實也是一樣嘛 你一月份 那你就一到十二月報表 下拉之後有沒有 它不是會Change 那Change之後的話不是會顯示幾月 那你可以根據它顯示的那個月份去抓取它應該 也許你它的名稱也許是根據工作表明 反正就自己可以再想一下 有什麼簡便的方法 那就可以把那邊的資料全部抄過來就好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你要印的話 就把它Print Preview 先預覽一下 然後再把它Print出去 那報表就做出去了 當然如果你不列印 你也可以把它P次的轉成那個PDF檔 這個部分也絕對沒問題 看你是要輸出到印表機 還是要輸出成PDF檔 都不是什麼問題 OK 這裡的話我想可以試試看 這一招其實還蠻管用的 記得這個是下拉清單 配合這個叫Worksheet的Change 以後可以做出很多變化 所以以後如果人家問 我下拉清單之後 我要做什麼事情 就可以用這一招 好嗎 OK 這樣就算是沒有了